大家好,又是我 今天介紹Soul Jolly的HBB 它有幾個名字 有人稱它為美肌菌 人體幹細胞培養液或者蜕變精華 也有這些名字 它喜歡叫什麼就叫什麼 其實Soul Jolly的牌子 好幾年前它也出了一隻 我忘了當時叫什麼 都是這樣一包的 但是比較長方 即是四方的,沒有那麼長方 都是類似肌底液和精華 那時候我都記得買得很貴的 約六百元二十包 那時候我都用了幾包 為什麼我要不斷按呢? 因為我的貓子關掉了 好了,這個其實我都用了一段時間 都用了幾包 為什麼現在才介紹呢? 待會再告訴大家原因 這個叫什麼呢? 美肌菌加推面精華 它標榜是高科技 其實我看過的產品描述 其實都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 裡面有的第一件事 是美肌菌 要來保護皮膚 亂肤 它可以幫你吃了表皮上有害的菌 汗液和多餘的皮脂 和損害肌膚細菌 第二件事就是BB乳酸降菌 這個要來做什麼呢? 它可以抗炎和抗敏 有些收復作用 第三件事就是人體幹細胞培養液 就是要來修復和重新 就是Renew 幹細胞培養液的主要成分 就是透明質 透明質酸 膠原蛋白和蛋力素 其實說到雪穿鳥 這包食物的主要功效就是 我先用貓子 令皮膚可以回復BB的狀態 超細亂超滑 味道超 可以抗敏感 深入注入透明質酸 它其實都用了幾包 它一包大概可以用三至四次 這個外面的價錢 其實我今天上網看過 那個範圍很大 有些四百多元 最貴我見過五九九 差不多六百元 二十小包 一大盒裡面有二十小包 其實都算貴的 以現在來說 因為我當年使用的時候 市面上沒有那麼多 這些同種類的產品 一心試一下 即是六百元買了二十包 但其實市面上很多 這些差不多的產品 如果買到六百元 我又覺得好像有點貴 好了 我們拆出來看看 好 那我們就打開它 撕開 哎呀哎呀哎呀 已經滴出來了 好 因為它一包可以用三四次 我們就 放在一邊 你看到這裡嗎 其實呢 看不看到呢 它 比起一般 即是我們那些 叫做 基底液 即是水藏的基底液 它是黏一點的 對我來說 其實是有點黏的 那因為我 我第一次就很愚蠢 一次過 一包 那當然 就是 完全都是一如以往 皮膚吸不完 那之後呢 被碰住一說之下 那我就分開了三次用一包 那 那 那個感覺是怎樣呢 其實 我自己的感覺 其實呢 你看一下 我塗完之後 有沒有覺得不同了呢 其實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這些修護的產品 始終都是要長期抗戰才可以的 那 那 不如 塗多一點點 看不看到 它雖然 不是說 好 張 著地 那些透明質酸 那些感覺 那些 那些感覺 糊狀那些 即是GEL狀那些 但是其實它 也 都有個 這個張力 即是不是稀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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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這樣的 我最初 都對這個產品 其實很抱有希望 因為我講 我幾年前 其實用過其他 另外那個精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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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算可以的 雖然 都不是有什麼 明顯的聲音 但是都可以的 那 那 我就對於今次的 這些港仔包 又 又蛻變精華 那 我就覺得 很有很有 這個 這個 expectation 但是呢 很慘 有看我的 page 都知道 我不可以 不可以 加上 現在天氣又熱又 又焗 那 皮 又出的寒多 變了 我早前用這個精華的時候 用完之後 我那幾天 它 未至於爆黏 但是我摸到皮膚下 很多 凸起 那 我就知道 這個精華其實 不是很適合我自己用 或者它 我一向都不可以用太 collagen 膠原蛋白 太透明質酸的產品 那 我猜 其實如果你受到 這個 透明質酸 collagen 那些 這個是好用的 應該 因為 至少 其實我雖然不受得 但是 都未至於爆 東西 OK的 但是 我期待的 Bling一聲 或者BB機 就真的 對不起 不OK 不過 都是那一句 介紹給大家 如果大家 其實 長期都有 敏感 或者很乾 我覺得 用它 會OK的 細紋 我覺得 應該可以修復到 應該不多不少 但是 沒有辦法 用不到 就用不到 就不會勉強 我都勉強了幾包 其實 因為 不分書 我買了一盒 20包 我都用了幾包 我才放棄 不過 到後來 最後 這麼說 很多東西 我其實都用不到 不過 分享給大家看 我的親身感受 我用不到的東西 不代表 你們一樣用不到 可能你們用了會很漂亮 我用到的東西 我用得好的東西 你們也未必用得好的 因為每個人的皮膚不同 所以我只是純粹分享一下 最後的最後 都是我一句 女人是不能難養